高雄县山林乡的慈济大爱园区 整个的永久住宅的兴建速度 而事实上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了 当地因为这样的一个打造爱的家园的过程 带动了许许多多人的改变 以工代振 让许许多多当地的居民 也可以自己参与家园的重建工作 移动房子从打地基开始到内部装修完成 大部分要分为九个阶段 目前的工程进度呢 已经有二十多栋的永久住宅 开始进行隔间外墙工程了 现在画面当中所看到的ABCD 就是在这个大爱园区当中的四个主要的分区 那么其中可以看到呢 有不少的房子 现在已经开始进行隔间外墙工程 就是这九个步骤当中的倒数第二个步骤了 为了防止墙壁可能会均裂漏水 外墙的建材呢 特别是采用环保的有金网 来加强水泥墙壁的密合度 那么园区的四个区块呢 正努力的陆续朝向这样进度来赶工 有些超前也只有的正在赶工当中 而等到整个外墙完成之后 就可以进行最后步骤的内部装修 而国际级而且是有愿景的大爱园区 就是希望在农历春节之前 让所有的受灾乡亲能够入住 而共同完成一个重建家园的梦 随着装订声音此起彼落不断传来 象征工程正按部就班进行中 这一面装订完成 井然有序 网状的建材 就是建筑房屋专用的有金网 因为我们要做外墙打底嘛 增加它的那个 增加它的那个 粗糙度 然后我们打底的那个 水泥跟沙才能够 跟它完全密合 这个盯好之后就灌家嘛 灌好之后养护之后 就会打底洗十字 高雄县山林乡大爱园区部分的永久住宅 已经开始进行隔间外墙的工程 墙壁坚硬才能缔造永久屋安稳基础 因此从第一步骤 架设有金网开始 一定要确实紧密 才能避免墙壁军列问题 紧接着外墙灌浆打底洗十字 也得以更加顺利 这个外墙工程是这个工程里面的主要要进 因为你外墙完成之后 你整个内部装修的工程 才能够扩展开来 必须要等它灌浆完之后 到达养护期之后 一般来讲养护期是七天 然后到达养护期之后 我们才能够进去进行最后的装修工程 装修工程就已经是到达最后的一个阶段 此际营建团队的督促与努力 也带动功力菩萨所有人齐心往前迈进 看着一双双忙碌的手打造永久住宅 全神怪注加倍谨慎 才能为爸爸风灾受灾相亲 打造国际典范的全新家园 大海新闻 蔡新宜 王昭中 高雄报道